今天呢,我们来说一个债券,债券是一种比较复杂的产品,要求的数学呢比较多,但是呢,它又是一个其实这个量呢比较大, 大家呢,其实投资起来呢,又不是太困难的这种产品,所以呢,今天呢,咱们就聊聊这个,债券呢,首先呢,它跟这个贷款很像,都是借给另一个人一笔钱,比如说我呢,我管银行借一笔钱,这就是贷款,但是呢,也可以说是我呢,专门给银行呢,发了一个债,然后银行拿着了,那这个呢,其实也是银行借给了我一笔钱,但是银行拿着这个贷款呢,贷给了我,他可能不太方便的转给其他的人,其他人不知道我是谁啊, 他可能就说,哎,这个人靠谱不靠谱啊,我不要,但是债券呢,在发的时候呢,其实理论上就应该把我自己呢,就说的很清楚了,我是谁啊,我这多少钱啊,我呢,是什么职业啊,我拿这笔钱干嘛呀,等等等等,就说的比较清楚了,那然后呢,这个银行呢,想把我借的这笔钱,在这个债券呢,卖给其他人呢,可能就比较方便, 也就是说这个债券呢,比这个贷款在流通上呢,还是要便利一些,他有一个市场,那么这个银行呢,可能不一定非要等我把钱全都还了,他呢,才能够那个拿到这笔钱,他可能呢,事先可以就把这个券呢,卖给其他人,就是我呢,要正好要买个房,我拿了一个债券,但是呢,我就可以把这个债券呢,卖给另一个人,那么我拿,从另一个人那拿到钱之后,我就可以买房了, 那要说我是借给,借给另外一个人钱的话,那我可能就必须得等他还,他这个区别呢,就,首先呢,是在这个地方,那么呢,这个债券呢,我们就发现,他这个也有这些期限的问题啊,就比如说,有的债券特别短,比如说一年啊,几个月啊,一个月啊,两个月啊,这种情况,那有的这个债券呢,可能就非常长,就比如说一发五十年,或者说还有更长的,比如说一百年啊,还有说什么永远不到期的啊,这种,这种债券呢,就都, 期限比较长,可能是弄了一些比较长的这种项目啊,或者说专门去迎合某些投资者,他们要你持有这些债券啊,那他这个,这个期限就很长,贷款的话,可能这个时候,情况就不会,是有这种这么长期的,让我贷一贷夸五十年,因为他可能总会有一些,就是我,我需要把它转售给别人啊,这种情况,可能这种事呢,就会少一些,那么这个债券呢,他要流动啊,他可能从这个人那,卖啊,卖到另外一个人,那么这种情况下呢, 我们就要看,他这个卖和卖呢,也不一样,就比如说啊,我们说卖一个东西,最差最差是什么呢,最差就是白给这个人,比如说我花一百块钱,买了个手表,然后呢,我缺钱了,不想要了,那么呢,我就卖吧,那个十块钱没有人卖,我有五块五块,不仅我两块一块,最后白给,那总会有人要,对吧,那这种情况下,债券其实也是这么,因为你像贷款可能说,说大家那个都都不想要,因为完全不明白嘛,但是债券的话,因为你这个信息披露的比较, 好,可能大家都会,会有一些需求,只不过是价钱多少的问题,那么如果说,我有一种情况,我买了之后,立刻就卖,那么呢,有些债券呢,他就是这个价格的差异会很小,那有的债券呢,他这个差异就很大,那么我们就说呢,这个债券, 他这个在市场上,这个流通能力啊,大家这个接受的能力啊,这个流动的能力啊,是不一样的,有些债券呢,比如说大家都很需要,或者说大家都有很好的兴趣,那么这种情况下,我如果卖的话,可能这个价差就不会太大,那么有的这种债券呢, 他如果说大家都没有兴趣的话,那么就就可能需要降价比较多,才能买出去,特别是有一些情况,就是说,如果很多这个债券,大家买了之后,就是拿着,我根本就不卖, 然后呢,那么这个债券发行,发行之后呢,如果我,我想卖的话,我可能会发现,这个市场上,其实有兴趣的人很少, 我想,如果我想买的话,可能没有人,没有什么人想卖,如果想卖的时候呢,可能想买的人,早就已经买了,都已经拿在手里, 那这种情况下,这个市场呢,他这个流通性就差了,那么呢,从这个贷款,和特别不流动的债券,和特别好的债券,当然他也是过度的, 那么呢,如果他流动性特别不好,买之后,根本就没有人想接的话, 那我,我可能就只能慢慢的持有道歉,那可能对我的这个,这个利益呢,也不是特别的,特别的好, 那么债券呢,我们看,他由于这个有流动性,所以呢,他就要求这个信息要披露的很好, 我们说这个银行贷款的时候,那他当然会做调查了,调查你这储户呢,或者借款人呢,是不是有这个信用呢, 是不是我的客户呢,几星级客户呢,七星,五星,三星,一星,还是说这个,还有黑名单的客户呢,我都会去看, 然后,如果你这个客户比较好呢,我可能在贷款上呢,会痛快一点,成本呢,我就要的少一点, 那如果要是你这个客户不太好呢,那我可能就讹你一下,我可能利率也高啊,然后时间也长啊,反正各种不方便, 他可能会存在这种情况,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我了解这个客户啊, 但是其他银行呢,可能就不了解这个客户,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 我们就说这个客户的信息披露呢,其实可能就做到满足这个银行的需求就为止了, 但是呢,在这个债券市场呢,由于他面对的是所有的这种投资者, 那么呢,我就要主动的披露我自己的信息, 然后呢,使得我这个发现的这个债券呢,总是能够满足这种大家对信息的要求, 那么这种信息的要求呢,一般来说呢,就会比较高, 可能我要定期披露我的这个年报啊,季报啊,这种财务的报表, 那么我有一些什么重大的事啊,我可能也得说, 然后呢,我可能要跟市场啊,经常沟通啊, 让大家对我比较了解啊,比较信任啊, 这样我如果再发这个债券的时候呢,价格会比较低啊, 我呢可能会采取这样的一种这种行为, 然后呢,让大家比较信任我,除此之外呢, 我们还有一种机构就专门提供这种信任这种服务的, 就是评级机构,评级机构可能会说啊,这个谁谁谁, 比如说这个铁道部这个信用很好,大家可以去买他的债, 那另一个什么公司,信用很差,大家要小心啊, 买的时候要留点神啊,别买的太多啊, 什么的,他会说这种事情, 那评级公司呢,靠这种评级, 来这个出卖他的,等于是来这个获取收入, 出卖他的服务嘛,获取收入, 他的思路呢,就是,你呢就不用再研究这个公司了, 你只要看好我的评级这3A,你就放心去买吧, 要是B,那你可能就留点神吧,CCC,你就算了,是吧, 如果你要是特了解这个公司的情况,比我了解多, 那你可能这就属于火中取栗,也能赚到钱, 不然的话一般的投资者呢,他如果没有这种更多的信息呢, 他可能就一看3C,我就去,就避而远之了,我就不买, 那评级机构呢,他这个决策当然就非常重要, 为什么特国是在这种这个全世界啊, 这个全球化的情况下,我们就说你很多时候这个大家这个投资者的信息, 不太可能说特别的这个充足, 就是说我说我要买一个美国的券, 美国的离我很远,我呢又不懂英文,那怎么办呢, 我可能就看啊,这个是3A, 那我可能就就睡觉闭着眼睛,我就买了, 那要是比如说BBB,那我可能就不买, 他很多时候直接是这样, 特别是如果一个人,像比如说基金公司, 他有很多很多的这种这种债券啊, 这种资产, 他没有时间每一个都去看, 那没有时间每一个都去看的话呢, 那他可能就比较相信这种评级机构的这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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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 那么说啊,这是3A的我就去买, 有的时候呢, 出于这个风险的控制呢, 很多这种公司的风险控制部门, 也会要求这个这个整个你买的这些债券, 你不能全都是CCC啊, 你必须AA呢, 你要有多少BBB呢, 你不能太多, 他有这些要求, 那么呢会使得这些投资者呢, 也很依赖这个评级机构, 发债的人呢, 他也依赖评级机构, 因为呢他希望评级机构把自己评的好一点啊, 这样的话他能够发出更多的债益, 更低的价格发出债啊等等, 所以的话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评级机构, 其实是双方呢都比较需要, 特别是这个发债的人, 因为他呢从中呢就得到了这个成本的节约, 直接就是这个钱的收益, 但是呢我们会发现, 有的时候这个评级机构呢也会看走眼, 特别是他在系统上的看走眼的话, 会引发非常大的问题, 比如说我们看到金融危机期间, 很多这个债券被标为AA, 那么AA呢应该是说他这个违约的概率呢非常低, 可能100个券里面可能一个都不到啊, 这种情况非常低, 那么呢大家买了之后呢发现, 你一夜之间这些券就都变成垃圾了, 就都亏了很多的钱了, 一般来说这种这种情况应该很难出现, 因为你像你资质很好的债券的话, 你应该是慢慢的恶化了, 怎么是一夜之间就变成垃圾了呢, 就大家就会发现这个评计机构他自己其实存在很多问题, 可能一个是他其实也没有时间看那么多债啊, 没有那么多时间仔细的仔细的去看, 我们可以看到有些这种文学啊, 纪实文学, 他讲这个次贷危机期间, 有些基金经理, 他真的去看那些次贷的那些贷款, 他的合同是怎样的, 谁去贷了这些款, 然后他就预计啊, 这个其实他没有他说的那么好, 比如说这些比较为3A的这些债, 其实他最后都不行, 都会亏损的, 那么这些人呢就赚到了钱, 但是那些评计机构呢, 他可能没有真的去看这些资料, 他可能就迷信了这个银行, 比如跟他说的是这种情况, 他就打A, 但是呢这种情况下呢, 他就糊弄了他的投资者, 投资者当然就不满意了, 觉得他们这个专业性不够, 第二呢, 这个投资者有的时候还会怀疑, 就是这个评计机构是不是故意这样的呀, 因为在很多市场当中的这个评级的机构, 他的收入呢是来自于这些发债的人, 发债的人都希望他这个这些评计机构能够把它评的比较好, 这样的话他发现成本的比较低, 那么这些买这些债券的人呢就会觉得, 你把他们评成3A, 是不是因为这些人给你钱呢, 你才把他往好了评呢, 那我们这些人其实用你报告的人, 但是你并没有这个认真的履行, 你对我们的这些职责, 他们其实有一段时间对这个评计机构呢非常有争议, 而且这个评计机构呢有的时候呢还会对这个市场呢造成影响, 就比如说有些国家经济很好, 但是由于某些原因就是看你不顺眼, 就一定要把你评成, 比如说A呀两个B呀什么的, 但其实呢它的运行非常良好, 我们看金融危机其实就非常明显, 很多银行是吧都已经就亏破产了啊什么的, 但之前评级都很高, 像很多银行呢其实比如说中国的很多银行, 都没有什么在那个危机当中亏损的情况, 但是呢这些评计机构给这些中国银行评级呢, 就低于那些那个破产的美国银行之前的那些评级, 所以你说这个评计机构到底是为什么把这些中国银行评那么低呢, 是这个专业的因素吧, 还是说他有一些这种既定的这种视角的问题, 这种事呢就很难说, 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有些这些发展中国家, 他们想自己搞一些评计机构啊, 认为这样的能够对自己能够这个比较公平, 有些有些机构呢会单独设立一些条款, 比如说除了这个这些大的平均机构评了3A之外, 我们自己国家的一些企业也可以考虑, 虽然他可能大平均机构评他是什么两个A啊, 一个A啊, 为的那么好, 但是呢我知道他很好, 所以呢我可以破理, 这些其实在风险控制上呢都会有所应用, 那么债券呢它也是有期限的, 比如说有的是一个月啊, 六个月啊, 一年啊, 更长期限, 那么一般来说我们会看到就是这个期限越长呢, 他这个收入就会高, 但是呢也不能说这个债券呢, 他的这个这个利息高, 我就去可以买, 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也有看到就是说这个, 呃你买一次之后呢, 他你可能中间你就要随着他的这个价格呢, 你就其实丧失了一个到期的这种这种这种确定性, 假设说我买一个两年期的这个债券, 那么呢我们会发现, 你这个这个债券如果不违约的话, 你最后你就拿到你开始这个这个利息这么多的钱, 但是在中间呢这个债券价格很会波动, 比如说在一年的时候他可能亏很多, 那个时候呢我正好就需要钱, 呃然后呢我呢又需要把它这个卖掉, 卖掉我就亏钱了, 其实我就收了损失, 但是如果我是买了两个一年期的债券呢, 我们会发现首先有一个债券, 对不起不是两个一年期, 而是先买一个一年期, 再买另外一个一年期, 那么我们会发现第一个一年期到一年的时候呢, 正常的这个到期了, 他不会产生说这个由于这个他这个市场价值的波动, 他呢这个价格发生了变化, 我卖出的时候亏了, 他呢就是还给我了本金以及利息这么多的钱, 那么我拿这些钱呢如果再买一个债券呢, 他等于说就是到了再过一年, 还是还这么多钱, 但是我在中间呢就不会出钱, 说可能会突然亏一下, 这种情况造成我的损失, 当然了一年期的这个债券呢, 也就比这两年的他这个收入要小, 但是呢他多了一层保障, 我们可以看出这两种这种投资的策略呢, 其实呢是不一样, 在买的时候呢我们也可能要考虑, 是到底是我要买一个比较长期的呢, 还是说这个我先买一个短期的, 然后到期之后再买一个短期, 这些呢具体的问题呢都要具体的分析, 这个债券呢获利的方式呢有两种, 第一种呢就是这个这个利率他很高, 他这个发这种coupon, 也就是说他这个吸票, 然后会有一些收益, 比如说有些有些这个这个债券, 他这个收益很高, 比如百分之十每年呢还你百分之十, 每年还你百分之十, 还给百分之五的呢, 肯定这方面的收入就会上, 但是从另外一个方面呢, 他本身这个价格也会变动, 因为呢我们知道债券最后可能到期, 假设说是一年的话, 最后还的金额是固定的, 那么在目前来说, 我可能认为啊这个你还给我百分之五的这个利息的利率的水平是合适的, 但是过一段假设说过了六个月之后, 我要求百分之十, 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发现这个这个债券的收益呢可能显得就就不是那么好,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也要看到就是这个债券的价格会波动, 但如果他不违约的话, 我们最后总是会拿到本金加上他这个承诺的这个息票, 他这么多的钱, 所以的话在这个时候我们就只需要关注, 只要他不违约, 那么最后我们可能挣钱, 但是至于我能不能撑到那个时候, 那就是另外一个问题, 因为很多时候很多人想挣钱的话, 他会采取这样一种手段, 就是我先借一笔钱, 然后呢拿借的这个钱去投资这个债券, 这样的话呢我借的钱成本低, 投资的债券它的收益高, 那么我从中间可以挣到插件, 那么我可以挣好借好多的这种钱, 然后呢买好多好多利息更高的债券, 然后我就赚钱, 这个跟银行的情况很像, 银行可能甚至都是借一些活气的钱, 然后呢去发一些债券, 就去买一些去放些贷款, 然后挣这个利息的插入, 那么债券基金呢其实也可以做于这些,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有一些这种大的基金, 他可能杠杆非常非常高,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市场有一点波动的话, 可能就会对他这个利润啊, 甚至他这个资本金的安全啊, 都会造成这个威胁, 但是话要说回来, 我们也要看到就是这个, 由于这个债券呢最后只要不违约, 他总会还回本金, 以及他承诺的这个利息的收入, 所以呢不同的人对于这个债券这种产品, 如何来这个表示这个他的这个目前的价值, 就有了分歧, 有些人呢说这个债价格嘛, 就应该是这个市场决定了, 这个债券呢在市场上值多少钱, 他就应该是说就有多少价值, 另外一些人说呢不是这样的, 如果我呢在这个持有期间呢, 我要卖出这个债券, 那么呢我可以通过这种方法, 来这个计这个这个债券的价值, 那么如果呢我根本就不想卖的话, 那么我认为他的价值, 对我来说他的价值, 就是他最后本金加上这个他这个利息, 然后放到现在相当于是多少钱, 我应该是这么来算, 那么呢也就是说呢, 甭管市场怎么变化, 在我这儿他的价值呢始终都是这样的, 只要他不违约, 没有这种违约的风险, 那么呢他在我的账面上价值就是非常稳定, 所以说这两种评价这个债券的价值的方法呢, 也会影响这一个一个公司他这种生活, 或者一个基金他的这个存续的情况, 有的时候呢, 这个基金呢完全有能力撑到这个债券, 最后本息都付的这个时候, 但是呢由于他采取了这种, 随着这个市场价格波动而变化的这种方式, 那么使得呢他可能会造成很多不必要的恐慌, 大家一看嗯, 这个基金怎么亏了这么多钱, 很多人就赎回, 然后这基金可能就没了, 然后他可能被迫要卖这些债券, 然后真的这些损失就就变成了现实, 那么如果另一些基金他采取其他的估值方法的话, 可能他的估值呢就显得很稳定, 那么投资者呢不会说我都要来把这个基金赎回啊, 那么他呢可能就撑到了最后, 所以呢我们要看到就是这个价格或者说价值如何去衡量, 其实对于一些像债券这种产品也非常重要, 那么股票的话由于大家他只有一种价格, 因为他最后没有说我要承诺还多少钱, 既然没有这种承诺的话, 那价格就是他这个市场价格, 就是他唯一的这种衡量的标识, 那么这种情况下大家也都有这种心理的准备, 认为啊涨就涨了跌了就是跌了, 我要输回的话我就输吧, 但是如果债券的话它可能存在这种二分的模式,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大家都就需要小心, 要随时准备这种流动性会不会有风险这种情况, 那么中国的这个债券市场呢就很有意思, 就是大家呢由于是银行为主, 很多的这种这种债券都是以持有到期的这种方法, 在银行的账上来衡量, 也就是说他是每一期呢可能折掉一点价值, 或者是增加一点价值, 最后呢本期一块付这个银行就很高兴, 他是这样一种情况, 那么呢如果这个债券呢都是被银行买了的话, 我们会发现其实这个和银行给他发一笔贷款, 可能区别就非常有限, 因为我们知道如果要是这个债券, 比如说直接卖给我, 那么就是我的存款呢变成他的存款, 但是如果是银行买这个债券的话, 那其实相当于放了一笔, 我们知道放了一笔贷款, 同时还会增加存款,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就会发现他其实对于这个货币的政策是影响是不一样的, 那么可能债券发行债券的话, 本身呢还是这种间接融资的模式, 这个风险呢还是集聚在这个银行系统里, 并没有分散给其他的个人, 那么如果要是基金公司啊, 这些代表等于说是储户啊, 这些投资者, 这些钱直接去买这些债的话, 那么这些风险呢其实就分散到了银行以外的这些, 这些个人啊这些投资者上, 所以呢这个中国这个债券市场以后呢, 肯定还会有更多的发展, 那么呢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说中国这个债券市场, 他有很多这种监管的机构, 他管的呢各管一摊, 比如说呢这个证监会呢专门管这个, 就所谓叫公司债, 可能之前都是这种上市公司啊, 发的形成这种债券在教育所发, 然后呢发改委呢管一种叫做企业债的债, 他可以在这个嗯在教育所市场, 还有在银行间的市场都可以发, 那么呢还有一个这个人民银行底下的这个交易商协会呢, 他这种债呢就只在这个这个就是银行监法, 但由于银行是最大的文家, 所以的话这块的这个业务发展也很快, 债券呢一般都是通过这种交易所以外的方式来进行交易, 因为他规模特别大, 所以他交易所呢跟投资者呢可能, 他的交易量比较小, 不能够满足这种大机构的要求, 但是呢交易所的话, 他的好处在于可能比较透明啊, 这种大家都通过这个一目了然, 都能看到这个价格啊报价这种情况下的话, 他可能也有他信息披露上的优势, 那么看去年的时候就发生这个债券市场, 很多时候这种一对一的这种协商价格, 会出现这个老鼠参利益输送啊这种问题, 现在呢这个等于是监管机构呢, 也在想办法改革这些这些币端, 然后呢让这个债券市场的更好的发展, 总的来说呢我们我们可以预计啊, 这个中国债券市场以后肯定这个发展会很快, 然后会有更多的机会, 特别是像这个互联网啊这种新的业态发展之后, 可能发债啊是一件非常非常方便的事, 我们已经看到这个P2P这个众筹啊这种模式, 现在呢他还是这种可能是贷款, 他投进去之后还不能把自己的这个投资钱啊转移, 但肯定以后想转移的话肯定会非常方便, 那么我们觉得这个以后发展的话, 大家肯定都要多多关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